系纸福德一路149项底多了一根电线杆挡在路中央 议员廖正良服务处今天也到现场进行会看 李章表示不明白为何会多出一根电线杆 不但造成民众行走不便 骑机车的民众也常常不小心就撞上去 希望服务处能够协助将电线杆来迁移 来到福德一路149项底可以看到路边有两根电线杆并排在一起 其中一根还很靠近路中间 看起来相当突兀 幸福里长就表示他也不明白为何两根电线杆会并列 希望可以将其中一根移除 对会很奇怪因为我们这个是141项尾 那里民骑摩托车或是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视线不好都会撞到 所以说我们就麻烦立言帮我们这样子 让我们有这个舒适的地方 那安全 议员廖正良服务处表示 这件跑行程的时候经过时就发现这根特别显眼的电线杆 今天也找公所来现场会刊 离清电杆所属希望能将问题解决 前一阵子我来到我们汐止区福德一路 辛福里跟康福里的交界 大家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根路灯杆 不知道为什么当初在设置的时候 设置在很靠近路中央的地方 那因为我们现场看到其实明明旁边还有根杆子是空的 那我们就请公所赶快来办个会刊 看是不是这根路灯杆能够赶快拆除 不然这个如果说大家走路或者是开车没注意的话 顺着路行开的话那可能就会撞到了 那我们公所说它会在6月5号之前 把我们上面的一些 因为上面有一些缆线或者是广播设备 那6月5号把它迁移完成 那之后公所就会马上来施作 把这一支路灯杆拆掉 一张表示149巷这里是单行道的路尾 每天都有许多行人以及车辆经过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视线不佳 民众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撞上去 不但影响通行也很危险 希望服务处能帮忙 尽快将这根电杆路霸移除 谢谢观众 谢谢观众 谢谢观众